一個總統 這是一個國家的總統 這個誠信當然一定會影響的 我相信 不誠實 他什麼嘛不誠實 他連他的教授職位都 令人質疑 這個論文是真的假的有那麼重要嗎 我覺得最重要是 全民人民生活感到幸福 論文事件最近出現了新進展 也讓蔡英文的博士學歷 到底是真是假 掀起了一波新的討論 那麼我們現在也實際上街訪問看看 大家到底是怎麼想的 要追查啊 因為都沒證據啊 倫敦學院也找不到文章 我只在乎真理而已 沒有這很簡單嘛 論文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這哪有什麼模糊空間 對不對 而且寫過碩士論文的 都應該知道都會有一份存檔 為什麼拿不出來 對啊 所以問題在這邊嘛 但是貴為總統還是尊重他 希望他能夠自己拿出來 應該要繼續追他下去 畢竟他是在選擇的時候 就已經公布出來他的學歷是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是覺得如果有真相的話 還是應該拿一個真相出來 如果是政治人物的話 那講出來的東西必須要有誠信 他現在證據有否定他人這個的話 那表示他誠信可能就會有一點問題 我覺得做得好比較重要耶 就是他的所有政策符合明星 但是誠實也非常重要 因為就是誠信是最基本的 亞博士 我覺得他都快當完了 事實上在討論這個也沒什麼太大的必要 對 當然啦 我很討厭蔡英文 不誠實 他什麼嘛 不誠實 我們人民會被他害 他連他的教授職位都令人質疑 司法也要公平 也要把真相告訴人民 百姓 不需要 沒有看到什麼蓄體需要再去查的 就是一個國際非常知名的一個學校的畢業證書 所以那個其他的追查我就不太了解原因是什麼 當然啦 他都沒有把真正的實話把它講出來 只是他會不會把那個事情把它蓋下來而已 我沒有什麼意見 如果可以透明當然是最好 那其實有時候這個論文是真的假的有那麼重要嗎 就是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全民人民生活感到幸福 然後我覺得我們現在台灣防疫做的不錯 我覺得這樣有些議題可以炒作 那也可以就是見仁見識啦 就是看報導 都覺得很可疑 為什麼要封場 封場30年 一個總統耶 這是一個國家的總統耶 對不對 這個誠信當然一定會影響的 我相信 不對就是不對嘛 那麼多人不相信 你追查到底嘛 對不對 然後最後給大家人民一個交代這樣 他自己也可以自親啊 如果說是真的是有這個博士學位的話 他自己也是可以證明他的清白啊 我覺得這都是多餘的 對 以他現在的職位 在這個職份上他所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大家都有目共睹 他在上面發表的都蠻有他的那個道理 他不是也上了那個 全世界女性排行榜的第九名嗎 我想這是真實的吧 知道尊假大家就知道 嗯 只是很多人都不敢講 不容易啦 那個口述那個那一張出來就尊上超白了 就不用那麼互殺 那到現在還人民還春年都疑問嗎 不關我的事 那是蔡總統的事 我不知道呢 我喝醉酒了 不要真的不要吵我 不好意思 不好說 哈哈哈哈 現在台灣太恐怖了 哈哈哈哈 疫苗 飯 我聽到今天 在哪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